为了了解解锁iPhone手机 还差点与苹果公司对簿公堂的联邦调查局表示 他们利用其他的管道 解锁了圣伯纳迪诺孔习嫌犯法鲁克的手机之后 的确从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资讯 联调局希望透过解锁圣伯纳迪诺孔嫌法鲁克的iPhone手机 来厘清法鲁克在发动攻击当天的一段18分钟空档期间 是否有与其他恐怖分子联络 在联调局借由其他管道解锁了 控嫌法鲁克的手机之后 现在证实法鲁克在调查人员未能掌握的 18分钟空档当中 没有与其他的恐怖分子联络 另外苹果公司与联调局 今天再次为了解锁手机的问题碰头 场合则是在联邦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 这场听证会讨论的重点 与美国的电脑或手机等等的加密安全有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